印度新冠感染人数连创新高 印度各方都坐不住了 其中也包括印度军方 据《环球时报》4月23日援引一枚报道 印度正在用国产轻型战斗机 光辉上的基载制氧技术 缓解新冠疫情导致的氧气严重短缺 印度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光辉战机可根据飞行员的血氧饱和度水平提供氧气 防止其陷入缺氧状态 最多每分钟可以提供1000升氧气 声明指出 极端高海拔地区的士兵面临的氧气不足情况 与新冠患者相似 目前北方邦政府已根据需要 订购了5个采用此类技术的设备 在目前的新冠疫情下 这类供氧系统将成为患者的福音 印度国防部表示 4月22日 印度单日确诊病例超33万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病例超过1626万例 印度各大医院目前仍满为患 除了上面提到的氧气 病房 药品 疫苗 以及医护人员都处在短缺的状态 甚至连火化炉都因超载运行 烧坏了零件 虽然印度是目前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 但其13多亿人口的接种率还不到4% 疫苗没有让印度站在世界舞台的前沿 糟糕的疫情却让印度成为了世界第一 一旦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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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